每次钱不够用的时候就想到快速面 要怎样吃出一个高级的快速面呢?来看看 好,现在我们就来准备材料吧 首先准备一包快速面,什么口味都可以 可是尽量找一些清淡的哈 那今天我买的这个品牌呢就有一块快速面和一包它的那个 seasoning sauce 现在切出葱花来 葱要多要少,看个人喜欢 因为两个人吃嘛,所以说我准备两克母鸡蛋 还要加一点 protein,就是我们的这个bacon啦 bacon我拿一条就够啦,将它切拌 这样呢,它的那个数量就会增加咯 如果不要bacon,可以选用hot dog 还要加一点vegetable蔬菜 什么蔬菜都可以 蔬菜呢,是增加我们的fiber 好,分出来这样,过后呢,记得清洗干净 准备少许的油,热一热我们的油 油热后呢,才放入我们的bacon下去 通常呢,单单煎bacon不需要油也可以 因为我的不粘锅呢,开始有一点问题了 所以说没办法,只是加一点油吧 现在呢,我们来准备它的汤汁 倒入那个快速面的调味料 然后呢,撒上一点葱花 加上一汤匙的生抽 一茶匙的芝麻油 一茶匙的糖 啊,这样就可以了 过后呢,将热水淋上去 这样 过后呢,搅拌搅拌一下它 现在我们来准备其他的材料 先煮一煮我们的青菜 煮到我们的青菜变成这种颜色 就可以捞上来 煮一煮我们的快速面 快速面煮两分钟就可以了 煮到它暖为止这样 随家呢,不想吃快速面 用其他的粉也可以的哦 然后,现在就捞上来 直接放入我们的汤汁内 慢慢淋上去 哇,颜色漂亮哦 好了过后呢,现在就可以来布置布置一下 先放我们的青菜上去 和我们的鸡汁或者热鸡 什么肉都可以啦 过后呢,我们现在来煮水煮蛋 倒入少许的水 打入一颗母鸡蛋下去 啊,这个方法就是煮水煮蛋的 倒入那个热水 记得不要开火哦 先倒下去 因为两个人吃嘛 所以说两颗鸡蛋 然后盖上它一分钟 盖上它一分钟过去了过后呢 才开火煮两分钟就可以了 好,来看看我们的水煮蛋 哇,看 漂亮哦 简单 放在上面就可以了 我们的面上 大功告成 今天的简单又高贵又好吃的 Instant Moodle就大功告成啦 看水煮蛋漂亮哦 面呢也是QQ,不错的哦 来,我们来一起吃